提起伟大的科幻电影 大家一定会先想到2001太空漫游 但有一部与之并肩的影片却很少被人提及 那便是拍摄于1972年的《飞向太空》 直到2002年这部电影再度被翻拍 它便是与小说同名的电影《索拉里斯》 故事发生在科技发达的星际时代 人类为了解决地球资源的匮乏 不断地探索宇宙中的其他星体 其间便发现了一颗名为《索拉里斯》的星球 其表面被蓝色的物质覆盖 泛起的光芒十分耀眼 为了能够探索其中的奥秘 人类在星球轨道建造了普罗米修斯空间站 可没过多久 宇航员却接二连三地出现心理问题 无奈宇航局只好找到心理学家凯特 希望他前去普罗米修斯 安抚船员能够平安返回 虽然舰长只是平淡地描述 可凯特却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下便答应了下来 经过三个月的飞行 乘坐的飞船顺利与空间站对接 当凯特走进船舱 结果并没有预想中的欢迎一事 不满早已干涸的血迹 看来状况比凯特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顺着痕迹一路寻找 在实验室发现了两具尸体 其中一人正式求救的舰长 看来空间站定时发生了变故 这时凯特在走廊听到人类活动的声音 走进去发现了一个神经兮兮的男人 他是这里的机械师 看着到来的凯特却露出惊讶的表情 面对凯特的提问 他却含糊其次解释不清 只告诉他这里还有一个女博士 结果博士只把舱门扮演 丝毫不想与他交流 在凯特的逼问下显得非常不安 只告诉凯特一切事情将会再次发生 接着便将房门紧闭不愿外出 一时间整个空间站人心惶惶 不明所以的凯特刚离开 下一秒却发现一个男孩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出现 就当他追上准备问清源游时 结果男孩却消失不见 疑惑的凯特立即找到机械师 原来他是舰长的儿子 如今本体还在地球上学 现在出现的只是他的记忆体 这也是舰长找他来的原因 同时提醒凯特睡觉时一定锁好门 愈发困惑的凯特回到房间 反复观看舰长留下的录像 结果还是找不到任何线索 无奈只好锁紧舱门回到床上休息 可就当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索拉里斯心突然泛起红色的光芒 而他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出现自己与妻子首次相遇的场景 在那个牵手都在紧张的年代 他们当晚便走到了一起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工作繁忙的凯特逐渐对妻子的关注越来越少 二人争吵的频率也愈发频繁 受尽孤独的艾莉还是选择了自意身亡 转眼回到了现实 当凯特还沉浸在半真半假的梦境中 一只女人的手突然伸向了他 男人正陷入美梦中无法自拔 突然一只手伸向了他的脖子 下意识地转身看去 吓得男人当场跳了起来 原来女人正是他死去的妻子 不知道为何出现在他的床上 凯特开始以为只是自己眼花了 结果发现眼前的人真的是艾莉 不过很快凯特便清醒过来 因为他只有地球的记忆 对深处索拉里思心丝毫不知 显然他也只是虚化出来的 想到这里 凯特找个借口将艾莉骗进了逃生舱中 在他错愕的目光下 果断启动了弹射装置 此时的凯特虽有满心不舍 但他认为这样才是最好的选择 理智告诉他将虚化的艾莉留在身边 只会时刻提醒自己三年前的痛苦 可对艾莉的思念还是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 很快凯特便在痛苦与希望中睡去 此时索拉里思心再次红光闪烁 凯特也在梦中回到与妻子的热恋时期 当他从梦境中苏醒 一切正如他期望那样 另一个艾莉果然出现在床边 这次凯特不再恐惧和逃避 而是欣然接受了这一切 但这次出现的艾莉却有着明显不同 她的记忆开始逐渐清晰 甚至还记得自己因为什么选择了自己 为了能弄清事实 凯特找到飞船的其余两人 原来一切根源都在索拉里思心 她可以把每个人梦境中的人变成尸体 而艾莉便是凯特心里的访客 这时凯特萌生出把艾莉带回地球的想法 瞬间遭到博士的反对 虽然他们看着与人类无异 但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构成 之前的船员接二连三的遇害 这与记忆体必然有着联系 如果把他们带回地球后果可想而知 不过此时的艾莉根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凯特只好将一切告诉了她 同时将她流放在太空也一并讲了出来 知道真相的艾莉伤心不已 回到房间眼面哭泣 脑海中不断浮现于凯特的点点滴滴 心中无法接受凯特竟然这样对待自己 可又不能不面对自己不是人类的事实 为了不让凯特再次为难 在所有人熟睡的时候 偷偷喝下一瓶液体养 女人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而身旁正是被她服用的液体养 凯特见状立刻将她抱回舱室 然而就当大家认为她必死无疑时 女人的手突然开始活动 接着四肢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 此时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而一旁的博士对此早已习惯 不一会女人便活了过来 看到身边的男人反而更加地崩溃 因为她不是人类 准确地说她只是凯特记忆所产生的尸体 一切的行为都会受到凯特的影响 但凯特一心只想留住艾莉 希望重新生活弥补曾经的过错 但艾莉知道凯特不属于这里 希望她能够平安回到地球 所以在凯特熟睡时 艾莉多次找到博士 希望她用西格斯设备将自己去散 而当凯特得知一切后 宁愿不睡觉也要守着艾莉 但这一切只能换来艾莉更加的心痛 因为凯特记忆中的艾莉便是自尽而亡 这也导致记忆体有着强烈的自杀倾向 果然当迷糊中的凯特苏醒 发现艾莉为她留下的临终录像 知道了设备已经将她摧毁 凯特心里充满了悲伤 同时也知道艾莉不会操作设备 接着便愤怒地找到博士 然而博士仍然认为他们并非善类 杀掉他们是为人类能够活下去 然而就当二人为此争论不休时 凯特突然发现了天花板的异常 直到二人将扣板拆下 里面居然是机械师的尸体 而与他们在一起的机械师只是个记忆体 原来当初本体出于空拒打算将她杀掉 结果却被她反杀 一旁的博士打算用设备将她摧毁 结果机械师却毫不慌张 因为动用一次装置 不仅会消耗空间站的燃料 同时索拉里斯星会释放相应的牵引力 而空间站此刻正被引力场拉扯 与其将她杀害还不如把她留在这里 省下的燃料可以供二人离开 博士意识到她所言不假 二人赶紧穿袋雨航服 可这时凯特看着远处的星球 突然陷入了迷茫 脑海中涌现没有爱丽的生活有多么痛苦 不想再回到那个心如死灰的世界 想到这些凯特默默地将舱门关闭 随着逃生舱的脱离 空间站也坠向了索拉里斯星 此时舱内突然发出怪异的声响 直击灵魂的感觉让凯特非常痛苦 而另一边的机械师则露出一脸的向往 带到一切恢复平静 当初的男孩突然出现 向凯特伸出了小手 凯特由于片刻还是把手递了上去 随着双手紧握 四周的空间也发生变化 此时的他身处于家中 然而更加让他惊讶的是 爱丽也站在了他的面前 二人紧紧相拥 此刻是生事死已然不再重要 这或许便是索拉里斯星的魅力所在